《復活期》 我们的主耶稣是天父派遣的 复活的主耶稣也派遣他的门徒 今天主耶稣实实在在告诉我们 凡接受他所派遣的就是接待他 接待他的就是接待派遣他来的那一位天父 我们的主耶稣是非常看重人的参与的 说到真 主耶稣也不一定常拣选非常有能力 非常有德行的人来参与 有时候坐在领导的位置上的人 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如果他是合法的领导人 其他的权柄是来自天主的话 我们服从他时 其实是服从天主 当然我们应该常常为这些合法的领导人祈祷 使他们按照天主的旨意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去领导天主的子民 这是为什么每一台弥撒我们都特别为教会的神职人员祈祷的原因 另外我们要祈求天主给我们信心 相信最后最高的领导人是天主自己 他是掌管一切的主 无论怎样 他是能用曲笔写直线的 今天第一篇读经里 保禄宗徒在安提约基的犹太会堂里 给犹太人宣讲耶稣 对犹太人 他就从犹太人熟悉的旧约开始 就是旧约里犹太人被召选 作为天主的选民开始 把天主的救赎计划做了说明 天主的救赎计划 是花了很长时间来准备的 整个救赎计划的高峰 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降生 死亡与复活 天主子的降生 死亡与复活 拯救了人类 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峰与中心 因为借着天主子居尊救悲的下降 我们人类才可以有上升 得以神话的机会 天主在旧约里 拣选了很多人 去准备他的圣子的救赎工程 今天天主在新约里 也拣选了你和我 派遣了你和我 去把这救赎工程的成果带给人 天主拣选派遣了我们 虽然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希望在旅行天主派遣我们的任务时 灵修上一天比一天修之简业 变得更完美 更有德行 最后我们想到 天主拣选我们人参与他的工程 有份于他的工作 不是因为需要我们人的微薄的力量 很多时候我们还好像越帮越忙 而是因为他要给我们有份参与的光荣 日后见到他时我们脸上有光 天主真的是非常仁慈的 为人想得非常周到 他真是给 给给的天主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